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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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帅不帅 震不震撼 这边一整排全部都是华为刚刚最新发布的智能手表 华为Watch Fit 3 这边一共六个颜色 白色 粉色 黑色 青色 白色 还有灰色 而且这里面是有不同材质的 这六个全部都会带进来马来西亚开卖 蛤 全部来马来西亚 台湾进来 哇 马来西亚厉害啊 我包色开箱 我要上东敢超人 emmmm 首 here 我从来没有试过 把这样的手表带在手里面 我觉得 开始之前呢 先不开始不讲它长的香水 反正我觉得我对这个Wash Fit 3的 wo...watch 接下来我叫Fit 3就好了 你的第一印象就是 变大 变房 变美了 你们想看呀 之前Wash Fit 2的是 只有四个颜色 这次来到Fit 3 直接增加到六个颜色 粉红色 黑色 淺青色 月牙白 这四个类用的材质叫做浮胶 就是属于一种比较耐热 耐油还有耐氧化的材质来的 然后这个是灰色 它用的材质是尼龙的材质 算是一个比较耐磨 透气的一个偏修鲜的材质吧 最后一个就是白色啦 它是一个皮革的材质 然后后面我会配上一个 爱马仕orange的颜色 就是这样子一个白橙搭配 这款应该会卖你比较贵 反正这六个里面 一定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就对了 如果你真是找不到的话 这样你就自己买表带 这次的外形重大改变就是 形状了各位 我记得Fit2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偏长方形 所以你整体看起来 就是一个很typical的 运动手环的样子 但是Fit3 它就把它弄到方了 它就长得很像一个 运动手表的样子 没有错的话 它就是华为第一款 四方形的智能手表 然后我发现旁边这边 竟然躲了一个全新的旋转表冠 上面有一个华为WatchFit的字的 拍到吗 看不到啦这边 不扣是吗 不同的表带 还会配上不同的表冠颜色的 比如说 我手上戴着了这个月牙白 你看到吗 它的表冠是红色的 很sharp你懂吗 我觉得很好看 粉红色的话 就配粉红色表冠 黑色 配黑色表冠 青色 配银色表冠 然后这个皮革的 它是配上一个金色的表冠 就比较attest一点 看起来比较高级 银色尼龙的 它是配红色的还是 一次过放在一起给你们看到啊 不觉得有了表冠之后 我就算低端都好像变成高端了 这样子 我宣布 红色表冠是我的最爱啊 如果你们想红色 你们就选啊 就很sharp你的 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啊 我就是这样高掉 再来咧 还有屏幕变大 身体变薄 从原本的1.74寸的screen 变成了1.82寸的screen AMOLED屏幕 屏占比是77% 屏幕变大了 这样看的东西就更多了 而且的话 现在厚度有变薄了 9.9mm 然后它的重量是26g罢了 还有一点 就是表带快拆设计 真的很容易 很方便 很快 基本上我每次踩 都是1秒的事情罢了 它不需要很大力 也不会弄到你的指甲 一单手搞顶 为什么我这样失败啊 我练习一下先 1秒 看到位哦 女孩子表示 好评 因为我真的试过 很难很难踩的 这个真的是很容易踩 因为有了表冠 所以Launcher这边 就可以做到箱子 缩放缩放 而且同时放到最大 还可以看到9个Apps哦 上面还有名字的那一种 看到吗 四方形屏幕的好处 就体现在这边了咯 当然啊 你也是可以touch screen的 60Hz的刷精率的 其实很顺畅 不会delay 也很敏感 播音乐的话呢 利用表冠也是可以快速调节 音量大小 然后这次Volpaper也新增了三个 Emoji笑脸 它会一直random 边来边去的 然后还有Illusion 还有这个Bubble 它是可以看到calorie还有steps的 滑动表冠就可以选不同的颜色 反正上上下下都是靠表冠就对了啦 然后这个按钮呢 它是一个short cut key 一按就可以直接跳去运动模式 喇叭在左边 Mike在右边 那这个手表 到底有什么厉害的运动模式咧 什么跑步啊 射箭啊 跳舞啊 游泳这种不用讲的 一定是有的啦 你们有超过100多种的运动模式 你们可以自己找啦 这次的重点功能一就是 体重管理 啊 要减肥的兄弟姐妹们 它这个app哦 是会帮你每天计算你摄取的calorie 就是这个Stay Fit的app啦 它可以帮你记录你每一天吃过的食物 比如说下午我吃了一把Nasi Lema 厉害咧 Nasi Lema它都找得到 Fit3的这个food library 还有特地加入了很多malaysia的食物啊 它就很方便了咯 然后再加一杯Mailo 按check in就可以帮你总算 你今天到底吃的东西是多少热量 然后你就会可以得到这一张图啦 中间这个数目呢 就是可以把你计算你今天还可以摄取的热量是多少 当然如果你带着Fit3去运动呢 也会把你运动消耗的热量算买进去啦 你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每天超过 那就是你肥胖的原因了咯 那如果你是超过了其实也不用怕啦 它手表呢就会 suggest 你一些配合什么样的运动去消耗到这些多余的热量 第二个新功能 Activity ring 有没有觉得这个图案很熟悉咧 喂 你那么在乎你不是Copy的咧 每天完成三个ring哦 就代表你一天运动量OK 第一圈呢是calorie 第二圈是慢跑快走 第三圈呢是每个小时最少要占一分钟 就你平时走路啊 跑步啊 上楼梯啊 它都是会记录的 ring就会一直走 直到你hit到target就算完成了啦 算是你一天的achievement 第三个新功能叫做睡眠呼吸检测 很多人咯以为自己睡觉睡到打呼哦 就是睡到很熟 其实不一定的 因为有一种病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这种人咯有可能在睡觉的时候是呼吸的那个刀哦 它是阻塞住了的 然后它就会打呼 这个功能呢就是可以留意你睡觉的时候呼吸顺不顺畅 有没有阻塞 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自己不会知道的啊 睡着好吗 这样戴着手表你就知道咯 尤其是肥胖人士 老年人就要多多注意啦 老实讲啊 我觉得这些对于身体健康的检测啦 是我觉得智能手表真正存在的一个意义 后面呢有很多功能也是做一些升级的啦 比如说 血氧检测 心率检测 还有女性周期功能 电池方面 这一点也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 Huawei手表的最大原因 真的很爱 Washfit 3的续航呢可以那个10天啊 你们想看10天不充电到底是有机开心 而且如果你真的没有电啊 它充个10分钟就可以用一整天了 如果你真的是Heavy Usage的话 最起码都可以那个7天 出门旅行不带茶就happy哦 10天充一次哦 这样一个月就是充3次吧哦 Heavy Usage也就充4次 最重要的一点来了 到底这个华为Washfit 3可不可以跟iPhone connect咧 答案是可以的 这个Washfit 3它是可以跟任何的iOS 或者是Android的设备去connect 只需要 download一个华为Health App就可以了 OK 最后了啦 到底FIT 3是卖多少钱咧 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听说它价钱是很漂亮很美的 所以如果你的budget没有很高 你又想要买一个不错又很漂亮的智能手表 你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发布会吧 你猜一下多少钱 我猜699 我猜929 699你爸爸卖啊